各位网易的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光 今天我们的摄影棚坐满了俊男靓女 因为在4月26号至我们中江市区的青春即将上映 那我们今天也请来了全明星的主创班底 来和我们的网友一起聊一聊这部电影台前幕后的趣事 欢迎大家 谢谢 那从我身边这个墨镜侠开始做一下左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赵薇 刚刚那个杨光已经给我做了个提醒 确实是有点发言,所以戴了个墨镜,不是妆啊 对,我已经看到了 大家好,我是杨光 在片中饰演的林静 林静 大家好,我是杨子佳 在我们中江市区的青春中饰演的是郑薇 哈喽,大家好,我是马尔教友廷 在片中饰演的是陈小正 大家好,我是江书颖 在直行春中饰演的暖馆 大家好,我是张瑶 在直行春中饰演的李威娟 其实大家都是同学,同学会 其实我现在想问问导演 我当时看完电影的时候 就觉得说两个男主人公 他们在片中的形象和我们平时对他们的印象 差别特别大 比如说这个林静 我们觉得平常是一个非常谦和 非常有礼貌的一个男生 也挺幽默的 对,然后结果他在里面是一个心机很重 带有自己心事的这种男生 还好,就是心事很重 对,就是比较自我的一个人 对,为什么会选他出演反差 他和生活中反差很大的这个形象 是他自己要的呀 对呀,因为他觉得自己平时太帅了 觉得平时自己太有亲和力了 觉得自己平时太有魅力了 他就说想来重新打造一下自己的新形象 是郁闷,苦楚,然后路人 对,所以你是想转型是吗 其实我是很看重这个剧本 这个剧本是特别感人的 因为我看到剧本的时候 到最后结尾就一口气就读下来了 所以我很想去尝试这样去挑战这样一个角色 那过程中也会给我自己一期说很多经验 毕竟跟赵导一起合作 还有关导啊,还有李老师一起来合作 我觉得是收获会很大 所以你平常在真实的生活中 会有一种心事重重 然后非常隐忍和压抑的一面吗 我还算好 但是有很多事情 嗯,我是表达的比较差的 对,有很多事情你懒着说 就会藏在心里边 有很多事情是这样 也是个心里藏得住事的人 嗯,藏不住了就发泄出来了 其实我们觉得Mark平常看到的 比如说像在辣舞里面 你们两个合作的辣舞里面 对 桂公子,对吧 台湾来的桂公子 是 突然就变成阿正这么一个寒门出身的 为什么 为什么 你问他 这个就因为我们合作嘛 然后他就看到我 骨子里有些东西是蛮像陈小正的 就比如说他觉得我很骄傲 就说我就是一个骄傲的人 然后可能一些东西 但我也不知道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跟阿正很不像 就是他的成长环境 当时的那个 他经验的东西 我都没经历过 所以我蛮担心的 就是你怎么来找我 我能够诠释这个角色 到你要的那个水准吗 然后他就叫我放心啊 就希望我来帮忙 对,你连金顺影都能拍出来 别说你了 怎么办 一句话怎么摸下机 跳过吧 不接了 我说我了 对对对 所以你担心过他 觉得他和角色反差太大 我完全不担心的 因为我毕竟 被我演员很久 而且我跟赵小婷 我们两个演过对手戏 我知道他是一个 表演能力很强的演员 所以我觉得他一定可以 演好这个角色 在他不知道自己能演得了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 他一定可以 演成现在今天这个样子 对对对 你说直觉也好 你说信任也好 我觉得都有这样的 其实像紫山和书颜 我们平常都没有什么 太多的接触 其实他们两个人的性格 就是像片中的 正位和软软那个样子吗 有人一直在摇头 其实都完全 跟扮演的角色不一样 来说说你们自己好了 我平常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跟郑文应该是属于反差比较大的 这样的一个性格 那他是宅女这样的 那你为什么会要一个宅女来演员 一面小飞龙 我被他骗了吧 对 你是怎么看到导演的 因为我本身 我在知道我要来这个剧组之前 要面试之前 我就有去看了这个小说 然后我大概对这个小说的这个人物 是有了一个了解 那我觉得既然我来了 因为我就是要争取这个角色嘛 那我希望我们自己可以表现得活泼一点 可以让表演看到我有这一面 所以我去的那天 我还就特别假装自己好像活不开朗的 你可以把那个谈词说 你神经病啊 对 然后反正就去了 去了 完了之后就失了一下气 然后我就 就当演觉得还行这样 嗯 是 对 就这些演技还是挺好的 有感觉 我觉得有感觉特别重要 嗯 对 就是 而且她样子也是属于偏可爱型的 嗯 其实来了很多女演员 长得 所谓的很漂亮吧 但是我只觉得很俗气 这种漂亮特别标准 能刮自脸 大眼睛 好像很完美 但是看着总是觉得 没有一种亲切感 在说书影吗 书影也不是刮自脸 对 然后你继续 我觉得亲切感这点挺重要的 就是女孩子一出来 不要给别人感觉讨厌 嗯 但是一个人讨不讨厌 真的是先天的这种魅力 这样 有没有观众员是自然带来的 对对对 嗯 嗯 对 那书影的性格呢 你性格也不是软软那种 不是 我比较外向一点 所以就 我也是 我跟子弹演员 我去信息都这样 然后他们导演跟我说 呃 就是 辅导嘛 说要 可能要找这个角色 我就上网搜了一下 那个剧本 那个小说然后角色看了一下大家的感觉 然后第二天就打扮成 那你不是好像很不经意的来的吗 哈哈哈哈 陪朋友面试是吧 怪不得你吹了个头发波兰呢 对 因为我本来我想第二天再来 接着吗 然后那天晚上就说 你也是骗导演吧 对对 今天骗我来了 看着我这怎么办 看我要拍这个戏 就是全国的女孩子们都准备了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我觉得是本次见偶像 然后我就吹了个头发室 所以你偶像是导演 对 嗯 我当时我也挺辛苦的 要找一个所谓的小说中 非常漂亮的那个女孩子 嗯 哎呀 也找得很辛苦 嗯 跟一个 跟那个选妃似的 哈哈哈哈 到处 他后就插他了嘛 就到处找 哪个女孩漂亮 有没有漂亮的女孩 哈哈哈哈 就他等天着 对啊 哈哈哈哈 有勤励 跟佛大爷说 你们全国找 就给我找漂亮的 但是漂亮的 你还得要 感觉比较舒服 这样的 嗯 然后 也不能太俗气 嗯 都有很多了 嗯 然后后来 反正你都挑花了眼了 他也出来救他吧 哈哈哈哈 他那个导演是被我骗了 对 都被他骗了 嗯 那张瑶应该不是被你 你不是被他骗了 对 张瑶是 是一眼就看中的 而且张瑶是之前就演过我们编曲之前的一个电影叫历春 你们演的一个女孩子,这样的,然后这一来,我就觉得她,特八卦,她有幽默感,因为每个演员一来,我第一个问题,我说你多大了,这点对我很重要,因为我看到你的年龄是不是很演这个角色,其实他们这些女孩子是很年轻,但也不是二十二三岁,那么那样子她演不了成长,所以我需要一个,又能往小里演,又能往大。 她说,哎呀,我不小了,我说,那行吗,她导演我行的,她说,你觉得你行的行吗,对吧,我就说,导演说你多大了,我说,挺大的,然后导演说你行吗,我说导演我真的行,真的行,其实当时说完自己行不行,其实也不太清楚, 先拿上鞋子再说,先骗了她再说,结果还是骗的,结果还是骗的,其实我想问问子珊,其实就是郑薇在片中是一个特别受到广大女生羡慕的角色,一组,左拥右抱两个帅哥都有,你看这水看过电影都知道为什么羡慕了, 刚才有没有看过的,你看左拥右抱两个人都有很,日文,对,哎,谢谢,我帮你把你不好意思说音说出来的,对,所以感觉怎么样,感觉挺好的吧,那就分别,说说这样子感情吧,其实光中朋友们都没有看过, 那我觉得郑薇对林静的感情,林静就是她从小到大的一个大哥和一个青梅竹马的男孩子,她从小就立志当然要嫁给她,这样的,然后因为一些误会,林静不告而别,她遇到了陈孝正,遇到了陈孝正呢,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也是因为不打不相识,结果郑薇就爱上了陈孝正, 然后穷追猛打的把这个男人追到了手,然后在经历了一段甜蜜的恋爱之后,这个男人也因为要自己的事业而放弃了她,所以她惨遭两个男人都跑回去了,对,最后这两个男人, 她虽然说我特别想问一下你们两个,我不好意思,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俩是一伙的,对,我特别想问一下你们两个对于自己饰演的这种先后离开一个女生, 又先后回来 对,又先后回来,你们怎么看 对,因为很多男生啊,看完这个电影,问我,张哥,你是不是对男人有意见,我说我对男人没意见,我可爱男人了,他那为什么把我们男人拍的好像都抛起别人啊,然后 对,你知道昨天我看了一个影评,然后他说志青春这个故事里面,女生一个比一个伟大,男生一个比一个渣 怎么把自己比一个渣,我还要替自己比搬,但就替自己比判一下,多说自己不渣 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还蛮能理解陈骁正他做的选择吧,我可以欸,你就是,如果你把理性跟感性这个东西拆开来看的话,男生通常比较理性一点的就是 他看得清楚事情,看得清楚未来 在那个状况之下,他知道可能是他唯一的一次机会来改变他的未来 但我觉得他心中并不是存在于否定这段爱情 他可能想的是,我必须要先有一个稳定的基础 我才能带给你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 那如果我要你陪着我一路苦过来,我不要 我宁愿你去找到一个更好的男人 如果他可以给你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的话,那你跟他 大猿觉得角色理解的怎么样 对,特别感动 对,但是Mark你生活中也是在同样的问题上会做出一样的选择吗 不会,我会喜欢爱情 我一定想爱情 来,林静为自己平凡一下 我的爱情跟他的感情是比较复杂的 之前就遇见了很多复杂的人 本来这个人就比较 很多话也比较说出来比较自我的一个人 就很极端的一个人 所以才不辞而别 到最后碰见他之后还是那种态度 因为中间遇见了很多事情 也有一个女孩去为林静去做很多的事情 任何牺牲自己的生命 我可以在他身边 所以遇见他的时候,他有可能到他里面还有这个女孩在旁边 会有一些顾忌 但到最后还是选择了跟他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群真爱情他一直没有放弃 只是没有勇敢去面对而已 所以你觉得林静这样也不算渣 他只不过是不会表达感情而已 也是只是因为身边的环境和家庭等等都造成原因 所以两个男主角都觉得自己的角色不渣 所以大家不要往那方面不渣 对对对,渣都有言不由衷的一面 你看到他那一面就不是渣了 我觉得分向理解的观众 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是比较纯真的吧 才会这样去理解 像我个人 我老说 我说其实这里面男孩子绝对不比女孩子要懦弱或者不勇敢 就像陈孝正曾经做出过 让所有女孩子你怎么能这样的人选择 但他再回来的时候 他不为自己解释一句 不为自己变版一句 甚至于在公共场合就大谈自己的这种 成功是用失败换来的 我觉得这种坦荡是 直到男人越境千番以后 已经放弃了一切技巧和欺骗 去面对生活和面对自己曾经失去的爱人 我这种成熟度 所以很多年龄稍微大的男人 就比如说 60后啊50后啊 或70后他们看就很理解 觉得陈孝正其实 是勇敢的 因为很多人他还会在逃兵 或者我回来骗骗你 说我对不起你 其实我原来想消息回来 是不是要跟周围说一下对不起 但我们基本是完全没有的 完全没有对不起你 我知道我错了 都错的没有 就是说我要重新来过 我不会放弃重新的机会 是一个非常强悍的一个内心 其实那时候再说对不起啊 什么就虚伪了 对 说他成熟 他不用说对不起 但是要观众成熟一点 才能理解他 其实这么做 需要很大的这种阅历 和这种精力 才这么做 那宁静我也觉得 真的从表面上理解 你也可以列成他 什么来着 就是说是在此出现的时候 你看其实有一个细节 我觉得观众都不会注意到的 他来找郑薇的时候 身上被铺了红酒 但可能观众看完电影 就看完电影了 但从电影的叙事上来说 他是先跟他那个纠缠的女人说 我要找到我爱的人了 有一个想回 我跟你分手 有一个想回 然后我才出现 郑薇叫他他才出现 他已经是说先把自己的生活 做了一个选择 而不是郑薇说你跟我好吧 他说好我就跟你好吧 把那个女的甩了 他在认识到郑薇以后 他就是先跟他的 纠缠不清的女友 先说了 我找到我 做了两段 只是后来他们 有没有缘分在一起 我们看电影再说哈 但是我觉得其实 某种角度 你要看这电影里面的细节 这两个男人 都是非常有主意的男人 嗯 他面对过去 面对现在 都是有态度的 年轻的时候有幼稚态度 成熟的时候 有非常有阅历的态度 嗯 但这个细节 我觉得真的观众要到一定的经历 才能体会到 他们角色背后的复杂和沧桑那样的 嗯 才能理解他们这两个角色 对 而不是偏偏的很差 这两个男人 其实一点都不差 很勇敢的两个男人 嗯 得到导演的肯定 哎 我得先写一点 写一点那个电影解说服务 哈哈 其实男主角是这样 但是其实女主角确实都很伟大 不管说说观众怎么看 但对于女主角伟大一件事情 大家都是会有 是一个共识 都是对爱情付出很多 非常执着很忠贞的 这样的两个女生 所以 在这边导演的爱情关系是这样吗 就是在爱情中 女生可能会是付出比较多 我也没有觉得她们 我没觉得她们多么伟大 我觉得 嗯哼 我觉得人管也挺笨的 这样的 哪有伟大这样的 就笨得很伟大 哦 笨得很伟大 伟大的笨 对 伟大的笨 郑威也不是一个特别的这种 怎么说呢 也不是一个特别 我认为 哎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这种这种感觉 反正我是觉得 他们都是 都是人之常情吧 人之常情 我觉得并没有什么 因为我们刻画的 都是平凡人 大家并没有什么 超人一样的感情和特质 其实都是平凡人 到最后她还是爱自己 没跟我在一起 刚才导演没说你说了 结局 有吗 有 有 没有 什么 不是说不伟大 没有 没有 对 所以此下你自己来说说看吧 你觉得像郑威这样的女生 对于爱情 你觉得她算是伟大吗 还是就是正常 我觉得她 伟不伟大我不好说 我只是觉得她 无悔 因为在两段感情当中 她都没有做错什么 然后 无所畏惧地去付出 她自己想要付出的 去得到这个人 但最后却是一个 一个 跟她想要是不一样的结局 我觉得她 她在感情上 或者是在她的青春中 她是一个 无悔的状态 嗯 无悔 那阮阮呢 书影觉得说阮阮这个角色 她伟大吗 我觉得 其实我身边有这样的 真实的 真实的就是这样 很优秀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可能她男朋友是这样 大家都会觉得 很意外 但是她们俩一直很好 就一直 好了很多年 到现在一直都很好 所以我觉得 当我看到这个本子的时候 我有去 去 想过她们俩 然后一直想过她们俩的心理 所以到最后 她其实到后来 想给自己 去那个看演唱会 也是想给自己的爱情做个两段吧 然后想可能她的爱情就此结束了 她的爱情就此结束了 不是拓啊 这是直播 我们26号才公演 不是直播 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直播 那好一句实话 就能剪掉 然后她其实不伟大 身边很多事情 很多 觉得很平常 对 所以其实张瑶瑶角色 一直算是一个局外人 她老是在关键的时刻 会点说 你是在风暴中心 就你自己不知道 或者之类的 就是你在身边 也会看到很多类似这样的爱情吗 嗯 我觉得爱情的种类还挺多的啊 就是大家 因为你的状况不同 所以你经历的都不太一样了 但我觉得 嗯 爱情当中没有什么对和错 或者说 刚才说的伟大 或者不伟大 因为都是你的选择 这种选择 你是要承担后果的 所以我觉得 爱情就是这样 嗯 这个电影当中的爱情 我觉得 可能很多人看了 都会觉得 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嗯 都是平凡人 对啊 我觉得大家都是平凡人 对 对 谢谢 刚才张瑶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词 叫似曾相识 嗯 就是在电影里面 可能不管她的青春期 是在什么年代度过的 都会有似曾相识的东西 所以我想问问 从你开始吧 你觉得这个电影当中 你自己拍的时候 你觉得哪一段 是对你最有触动 对你的青春最有触动 对我的青春最有触动啊 对我的青春最有触动啊 哎呀 我这个 我做一个导演 我真的 我必须得处处有触动 所以我就跳过我了这样的 好 我又哪有触动 我怎么拍啊 好 你觉得这个电影 哪一段时间 让你想起了自己的青春 或者和你的故事 其实因为电影里面 很多东西 跟我青春真的一点关系没有 嗯 因为我还挺希望 这种为电影这样的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青春 因为我大部分全是在练功房等 就是练功度过 嗯 唐刚打算 演完这个戏 好好地去堕落一下 他说了 嗯 没赌 没有去 没事 扎一个行车 拔车 把车子 都把车子 把车子上放了什么镜子 你真的小时候这样的事吗 子珊呢 我亲生气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事 但是这电影当中就比如说在校园里的那些环境 可能就是会想到自己曾经在大学校园里的时候的那个样子 然后跟同学在一块 其实拍完这个戏之后 有很多之前的大学同学都没有什么联系了 但因为拍完这个戏之后 后来还会打打电话互相问候一下 我觉得也帮我找回了我大学时候的那些友谊 Mark 我的青春也跟戏里面蛮不一样的 他们都急于撇清关系 不是 他们都急于说明自己也很具有角色受到能力 导演说我们人生 导演教导有话 教导有话 他们都怕别人联想到他们青春有这么惨烈的爱情 所以赶紧撇清关系 但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放自己某种程度的一些情感吧 情感经验在里面或什么的 像跟郑薇的对手西娅 就那些初恋的感觉 那种青涩 那种 又想去好像去紧紧抱住一个东西 但又很怕他一摸就碎掉的那种感觉 就是会尽量的回忆 然后把它丢到戏里面去吧 所以你初恋也是被人追求的吗 是不是 比较是 两情相遇 好巧啊 教导有方 教导有方 好吧 我觉得因为拍了这部电影 让我有机会可以反思也好 有机会可以思考一下自己已经度过的青春时光 然后让我比较有触动的时候 就是我们四个女孩在寝室里面 然后大学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四个女孩 在寝室里面 然后从互不相识到后面毕了业之后很不舍的分别 然后可能各自到不同的城市 然后不同的生活 然后到后面多少年之后那种相聚的那种感情吧 让我觉得特别珍贵那时候的友情 对现在可能大家都很忙忙忙碌的 就可能没有什么很多的机会 能够分享自己的一个心事 或者如此的坦诚真诚 就友情是青春里面非常珍贵的一笔 对 那样呢 我觉得这个电影拍完 我觉得青春期是非常好玩的 很无所谓 很不在乎的 因为比如说我们读书的时候 然后我跟我的两个同学 我们三个人一起走 然后有一个女孩就走着走着 掉在旁边的一个井里 就哭咚就下去了 然后我们剩下两个人在旁边不停的笑 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完全没有想 他不像现在 你可能会想 先把人拉上来 那会儿就俩人都闹疯了 在旁边 因为那个人 他正好卡到了那个井边上 然后就扒在那 所以我们在不停的笑 然后我现在经常会想起来 就我觉得青春期 或者校园期的时候 经常就是这种挺二的 然后没有什么不太考虑后果 就是就是开心 然后就是胆子特别大 然后也很少去想一些什么 深刻的东西 深刻的东西 就都掉井里了 还在这乐呢 我也有过 有一个这样的情况 是一个男孩 他是吃树被砍掉了 有个坑 正好吃出来一块 他掉了直接就 去了医院 那插那时候 我们的井还在笑 对 就是特别二 就是树枝插到腰上 不是腰上 插在屁股上 对啊 就真的去医院 我们班那个女孩 真好是上围还挺丰满的 所以她正好是卡在了这个地儿 如果要是他们说 后来开玩笑 说要是你肯定顺下去了 因为那个女孩 就一直就卡到那个井边 就我们都笑的不行了 就现在想起来 怎么那么二呢 还不赶紧给她蹬上来 就不停地乐 然后就在这儿 救命 我们是乐完也走的 不知道出什么情况 然后最后把她扔那儿了 再把她扔那儿了 好可惜 然后最后才知道她们在院里了 你青春那时候干过什么很二的事吗 我 年代 我想想 应该我这种性格还是比较多的吧 这样子的 不过他们刚刚说的挺好玩的 你替我说了这样子 我今天挺高兴的 那个性格特别外向的书影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在青春里面特别好笑的 特别二的时候 我觉得我经常犯这种很二的事情 可是我不太记得了 因为太多了 就很迷迷糊糊老师 就是丢三八次活的怎么样 出各种状况 对对对对 受不了自己的时候 其实这个片子里面有一句台词很有意思 其实是郑薇说的就是一厘米 一厘米的那个观念 就是再精准的大楼 其实也是允许有 有范围之内的误差 对 我就是那个一厘米 所以你有没有和当初自己 规划的人生有一厘米误差的时候 对 你一直说我像神圣正一样 规划自己的未来 对 就是你现在和你自己青春期的时候 想象到自己一不一样 差不多吧 差不多 对对对 你青春期的时候 想象自己未来是什么样子 我有一个很模糊的一个蓝图 会想自己未来是什么什么样子 我发现真的会一点点的就是会靠近它 那我现在胖了 我就不能举这个例子 但我也可以举 像瘦五花 然后骨头那样子 然后像那种 有些老外喜欢的中国女孩那个样子 其实我蛮喜欢的女孩是那种样子的 我就很想 我能成那样子 不像个苹果一样的就好了 后来发现想着想着 我真的离苹果越来越远 你会的 然后后来一定想 算了当个苹果挺好的 对不对 但是也没回来 但是你自己会模模糊糊 有一个未来 你根本没法说一二三四五 但你就会自然而然靠的那个气质 靠的那种感觉过去了 我是一直没有蓝图 你没有想象成自己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大人 没有 从来没有 勤勤恳恳脚踏实地 嗯 就是一点一点 造成什么样就什么样 如果有白了的话 看一下整体 白了的话 就是再往前走 没蓝图 子仙呢 有没有想过自己 可能像导演一样吧 就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模糊的不是很清晰的一个希望的样子 然后慢慢的去接近它吧 我觉得就真的之前不有本书叫秘密啊 就是讲的吸引力法则 我觉得这个就还是挺挺挺神奇的一件事 嗯 我觉得相信真的会慢慢的去靠近它 嗯嗯 所以你自己也自己规换的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很好的演员 或者怎么样 我希望我当一个很好的演员 因为导演他也一直跟我说 他说 紫珊我不期待你怎么样 大红大字或者赚多少钱 但是我希望你能做一个有质感的好演员 嗯 那我对自己的期待也是这样的 我希望我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嗯 麦克在精神期的时候 希望自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大人 我没什么想法 但我跟我的建造的大楼的那个差时差了 大概一公里或十公里 十万八千里 真的 因为我从小我妈就说 你不准进演员圈 嗯 然后我就说好 因为我没想过要进 但我爸爸是艺人嘛 嗯 然后我也知道 进了演员圈会有很多痛苦 然后会带给自己家人很多烦恼跟困扰 所以我就跟我妈说 我绝对不会进你 放心 对 结果没想到大学毕业 我就进演员圈了 就一切都发生的这么的突然 跟这么的顺 嗯 然后就一脚踏进来 现在也已经四年半了 快五年了 所以你说跟我建造的那个大楼 真的差太远了 但是 但是呢 我想说 你们所有的我都很同意 就是你自己心目中想要变成的那个人 就不管职业好了 就那个样子 其实是真的自己慢慢的在靠近 我也觉得 所以如果你没有岔出这一公里 原来 马克这种大楼会整成什么样子 谁知道 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本来念商嘛 所以我就不知道 我可能就变成像 LUBS里面的讨厌 高不帅 高不帅 谁知道呢 嗯 舒颖呢 舒颖呢 舒颖有想过吗 嗯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 我当初就是 嗯 高中然后去考上系 然后又怎么样 然后考完上系之后 我碰到我 偶然一个机会 我碰到我的小学同学 他说 教授你知道吗 他说你知道你小学的同学 他说你知道你小学的时候 跟我们说什么 我说我说什么 我自己都不记得 你说你想做大明星 哇 真的吗 我怎么会说这种话 你知道吗 我一点都不记得了 嗯 然后就完全不记得 然后我就 当时我可能还在上 上那个上海系学院嘛 啊 我待在这里 难道就是可能 默默的命运啊 或者怎么样 然后后来我又出过留学了 出过留学之后 又回来演戏了 有很多东西 我觉得真的 极有话感 我想变化感 我觉得很多都是命运 机遇的一些推动 推动你到了今天的 你今天的这一步 然后你今天自己 也是过去的 自己可能发生的 青春的岁月 发生点点滴滴 造就了你今天的自己 所以我觉得 没有什么很具体的计划 或者一厘米 或者想要干嘛干嘛的 我觉得一切都 我就随性吧 就是想 我想去演戏了 我就去来演戏 因为我喜欢 然后我想出国留学了 然后我想去到外面去看一看 我就出去了 嗯 今天还没过呢 嗯 对 今天还没过呢 张瑶呢 我没有 那个时候 我就是特别想唱歌 所以无论在哪唱都行 所以我就在夜店唱了好几年 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然后第二个愿望 就离我爸妈远点 嗯 因为每天被他们管 就简直是觉得特别压抑 你都做到了 你都做到了 我真的都做到了 但我爸妈还挺伤心的 就反正在 混摘了 我特别努力的都做到了 但是你未来实际上 你到底要 是不是要做一个职业的歌手 还是干嘛 其实那时候没有特别具体的 像他是很具体了 我觉得 就是他非常理性的规划了他自己的人生 我们只是有一个愿望 我觉得那个是愿望 嗯 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吧 但是我有信念 我要去做 嗯 所以跟姐姐还是你那句话 就是小时候想的事情 其实长大你慢慢会靠过去 是的 嗯 其实在刚才就是我们开机之前 导演曾经试着进了一下场 然后我们发现其实导演进场的时候太温柔了 他们都不太听你的 你在天场的时候他们听你的吗 好不容易把我最偏长的那种给她们的阴影给抹得差不多了 一时发一晚线烧了 一时发你看她脸都变了 没有 所以你在现场是什么样子的 我的现场就是傻人不眨眼 每个人都死过好几回是吧 对 是的 所以我对男生还可以了 挺好的 是的 但是因为我觉得她说话也不是很高声 然后也不是这样 就怕她管不住你们 你们不听她 挺好的 挺好的 你看看她是一个很值的一个人 非常好 有点像东北人的写过去 所以她做过什么很值的伤害你的事情 是啊 没有 这样没有 她做过什么很值的事情 不要伤害你这三个字 嗯 她说话也很值 说不好就不好 好就好 喜欢就好 不喜欢就不喜欢 她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为 所以跟她接触的时候我觉得很爽快 是 就跟东北人接触的時候 跟妳好像一樣 子珊她也會非常直的批評妳 當然這是她的個性 她就是這樣的一個習慣和這種方式 她當然會這樣 但我覺得這樣是特別好的 妳不用去猜 我們就說導演的臉就是情侶表 妳演得好或者不好 妳一看導演的臉妳就知道 妳要演得特別好 妳看她臉妳也知道妳演得一般好 妳看她臉妳也知道妳要演得不好 看她臉妳就知道 妳拍完一條妳在遠處看她臉 所以怪不得我每次一看完回放 一轉頭後面好多臉 原來會不會查嚴官司 妳看她臉不行妳雞寒 不過部門也是這樣子 包括攝影啊還有什麼燈光 還有很多好多部門都是 一看完都來看我的表情 就看著還在那周正媒 就又多回去調整了 我不用摸摸的 演員調整演員的 攝影調整攝影的 各部門調整吧 就摸摸準備第二件 因為我覺得好 我是會很開心 大家可以準備那個人 不說話 好 大家先別問我了 先調整 好有默契啊妳們做 其實Mark是跟導演合作過兩部戲了 妳覺得和妳演對手戲的趙薇 和當導演的趙薇 感覺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妳剛剛問她現場的狀態 其實就是這樣 她不會變 她在任何環境下 她都是她自己的樣子 就是很有美麗很可愛的那個套 謝謝 這麼大的還會讚可愛 蘋果 真的 因為妳說劇組上下 大家都很聽她的 就不是怕她 就是深愛著她 就是所有人 她真的 就是大家 真的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她在那裡可能耍一點什麼 有一點小脾氣或什麼的 當然不是那種 就是發個小脾氣或什麼的 我就看到所有的男生女生 大家都在那邊笑這樣 你發脾氣她們笑 她們笑不起來 她們發脾氣了 就是這種東西 大家都覺得 都很欣賞她這一點吧 我覺得 對 包括從開心一直到現在 願望就想親她 親她一口 算了 她長得不夠帥 所以她們兩個親妳就幹了 是嗎 OK 那我也不幹 我怕被她們粉絲打 對 你們有人親過嗎 有人親過導演嗎 波貝爾吧 波貝爾 親過嗎 你說戲戲外 對 對 我們兩個拍Live 三千兩個親來親去的 對 在大樹底下 對 所以其實我們看戲的時候會有感覺 覺得鄭薇這個角色 紫珊 不知道哪有一點像你 或者像你之前演過的角色 你們會有這種感覺嗎 好多人都在說 最近很多人都在說 很多人都在問 昨天我跟導演 我們在一塊的時候還給她看了一張照片 我說導演你看 我像你嗎 她還看著她說 哇 這不是我嗎 以前真的沒有人說過我像你 其實一點都不像 對 外表不像 對 內心想 因為拍完這部戲之後 我覺得她可能那個東西還留在心裡 還沒有離開你一個角色 還是教導有方 還是洗腦成空 所以你會覺得 這個角色和你有點像嗎 沒有有點像 因為講老實話 這個電影如果要成功的話 這裡面每一個